四大民谣中的德化白瓷观音 目前正在高雄展出 四大民谣之德化白瓷观音 收藏家黄银德居士表示 此尊白瓷观音总高192公分 塑造的高度超出常规 烧制十分不容易 成品率极低 因此该观音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那个白瓷观音 就是那个大陆四大民谣 知德化的白瓷观音 它这个如果烧到一米 整个就会垮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不容易烧出来 很少 像这个192公分的这个 它每烧一尊就是要花好几次的窯 垮了又再重建 垮了又再重建 所以这个很少 那个喜庆的大师 他是他们家传 他们的老祖先就是 明朝 何朝中的那个 弟子 所以他们这个功 就是传成那个何朝中 明朝 这个功后 192公分高的德化白瓷观音 全世界仅有三尊 收藏家黄银德居士于民国88年 从大陆请回台湾 原本放云庙宇作为主神供奉 因缘际会下 安置在秋一桃柴烧工作室 期望让有缘民众能一堵陶瓷 共益大师许新泽的创作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